音乐 孟响街57号 世界珍宝建赏大会开始 好首先欢迎各位参加历史 我们世界珍宝建赏大会的现场 前几天我去吃午饭的时候 不小心在这个餐厅里面 碰到我们的粉丝 然后那个粉丝看到我以后 就非常非常的热情 然后我不小心就看到了 他手上带了一个很大颗很大颗的蛋白石 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讲说 妈妈你这个蛋白石好漂亮 他说我好想参加你们的节目 可是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参加 告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来 你们如果家里面有这一些奇珍异宝 或者是这一些珠宝的话 麻烦您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 我们制作单位的地址 是位在台北市中校西路 一段四号十九楼梦想街五十七号桌 你可以帮你们这一些珠宝 或者是古董拍一张照片 然后寄给我们制作单位 我们制作单位在收到您的信件之后 会赶快跟各位来联络 也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也不要觉得害羞 因为你们家里面 珍藏的这些珠宝的话 多多多少少的话 搞不好真的有机会 收藏到一些不错的一个东西 但是不要用这种以为她是假的一个心态来对待她 应该要还给她一个公正 或者是客观的一个收藏的一个条件 好 赶快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第一位呢是 哇 这个不得了 我等一下好好来问一下她 她到底几岁 来 胡文英 文英姐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叫你姐好像有点怪怪的 她是一个美魔女 待会我要来好好问一下她的年纪 另外呢 第二位也是我们的美魔女 林阿姨 阿姨你好 阿姨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节目 她上回家里面收藏的东西都很好 还好啦 客气了 好 来 赶快邀请一下我们的建议师 我们的花伦哥 欢迎花伦哥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赶快欢迎一下 就是我们的文英姐 文英姐 你好 你好 文英你好 你怎么听不懂她为文英姐 她人气比我大那么多 当然要叫姐啊 你也可以称呼她一声姐没有关系 真的还假 不过我知道一件事 刚才她进来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就一直跟我讲 她说你是他们的标杆 是吗 对 她就说要以你为对象 然后从现在开始 她要以你为对象 制作人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制作人 年纪比你轻很多 是吗 她看起来年纪比你大 最起码二十岁 怎么可能 你要太玩笑了 你在哪个局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不好意思讲我名字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待会一定要请观众朋友们 好好仔细看一下 花卢哥你今天会不会觉得 我们今天这一个钻石桌 是有点多余的 等一下我还没有说我几岁 没关系 待会让你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以后呢 再来猜她几岁 麻烦您站到这个钻石桌前面 好 来你看她今天这样子 来转一圈 要转一圈 天哪 那个腰实在是细到不行 你这应该是18腰吧 没有啦 没那么夸张 我生三个小孩 我腰啊 23 等一下 等一下你生几个小孩啊 我生三个 三个 你三个小孩 先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三个小孩的话有多大 花卢哥你仔细听好哦 OK 你应该有儿子 我仔细听 对对对对对 你儿子应该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哦 来来来 她女生三个 我生三个 然后两个女生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一个男生 是 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观众朋友们印象应该会非常的深刻 她两个女儿的话呢 都是黑色惠妹妹 一个叫田儿 一个叫冰冰 你看田儿 这如果出去的话 根本就是姐妹淘啊 对 有时候就常常被人家认为姐妹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得不打扮自己啊 变得很累了 文艺姐 现在花伦哥都没有看你 他在看这两个 我本来就是 我看他女儿有多大啊 他在选媳妇 是哦 那你觉得哪一个 你比较重要 我都要留电话给你 如果你问我们的话 那是每一个都会很重要 真的吗 刚好两个对两个啊 真的啊 那我们到时候脸书加一下 没问题 今天就是亲家了啦 那今天等于是来相亲的 对 不好意思来相亲 来 阿姨 你有几个女儿 我没女儿 我两个儿子 你两个儿子 不好意思花伦哥没机会了 你两个女儿 你说他没机会了 这边还有 来儿子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两个啦 还是儿子都结婚了 大儿子结婚 阿孙都在那边 孙子都在那边啦 没机会了啦 好来 我们请回来这个钻石桌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钻石桌给他撤掉才对 是 好那那个文姨姐的话呢 她其实很特别 就是说她早期的时候其实移民到澳洲 对 我们家大概在我二十岁那一年就移民到澳洲 去全家移民 对 那你在以前二十岁以前的话 在台湾听说有学过珠宝 我二十岁 对我就大概二十岁之前 那时候学了两三个月吧 学了一些皮毛这样子 然后之后接触到珠宝 我就非常的喜欢珠宝 然后我就常常会买珠宝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有一年 就是我女儿啊 她满月的时候 我二七岁那一年 那很多人来我们家 那时候大概四五十个 因为我们家是别墅嘛 那我们就请华兴牛排去办自助餐 然后结果家里的珠宝 全部都失去了 就是被我们家的佣人 那个台佣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等飞佣嘛 我要去澳洲等 对 所以我大概用了她半年 结果我老公觉得 她已经 因为那时候二几岁而已 我看她已经五六十 每次做事都很懒散 然后吃饱饭 还要看个电视 午休到大概三四点 然后后来我就回 我从澳洲回来她知道嘛 我全部的珠宝都失去了 我就去报案 然后我就把这个 她的姓名什么 结果全部都假的 可是你后来有证明说 是那个佣人 其实说她的背景 我有证明 因为那时候 我去警察报案的时候 然后我查她所有的身份证 所有资料 全部都假的 我就问仲介 就仲介也查不出来 那不是她是谁 而且我的东西都藏在那种衣橱 我们是定做的嘛 那种城中 就是抽屉底下那种夹层 有没有 她也很厉害 她就把全部东西拿了 然后盒子都丢在那里 对 你那个夹层是暗层 暗层 对 暗层她也找得到 所以我觉得她既然身份是假的 而且对我们家又住在家里 很熟悉 其实小偷应该都知道你藏在哪里 可是那时候年轻也笨笨的 就不会想这么多 我觉得我听这个装潢的说你弄这个夹层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后来我就会乖乖的摆珠宝箱 因为我觉得招惹过小偷心里很畏惧 静雪如果你家里你有一个珠宝有一天你带你突然想要出门 那你又不想带你会摆在家里 你会摆在哪里 我不能讲啊 我讲的话人家就跑到我家去找那个地方 我告诉你 有一次 我差一点点讲书来了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我没有摆在家里 我就是没有摆在保险箱之前 之前我摆在家里 我就是唯独两个没有被招窃的就是这个红蓝宝贵 那你是常在哪里 我反而没有摆在家床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糊里糊涂 我是把它摆在我的那个大衣的口袋 有可能是我在想哪一天我忘了摆进去 然后我穿外套 这种地方都很容易被抓 不会因为哪里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找 对 因为我的衣橱 我发现连大衣都一起拿走了 没有 但是我觉得衣橱底下那个是最危险的 对 我觉得那最危险 因为比较少人会知道在衣服里面 因为衣服又爆多的 就是整间都是衣橱间 全部都挂脑 你如果要一个一个找可能找不到 而且我自己那时候还很庆幸 可是有可能你自己放到哪里 我自己真的不记得 那有一天我穿了那个大衣 我口袋怎么有两枚戒子 还好我有摆在衣服里 那花伦哥你觉得我应该放在哪里 今天讲完了以后 我以后那个地方就不会放 不过我告诉你这方来 垃圾桶对不对 垃圾桶不是都有那个塑胶袋吗 对 我们都把塑胶袋套在垃圾桶上 我都把塑胶袋拿起来 然后把那个珠宝摆在那个塑胶袋下面 然后再把塑胶袋盖盖起来 是哦 那会不会哪一天不小心把塑胶袋整个包 没有没有 回到家的时候你赶快要收起来 因为平常基本上你不是长期放的地方 那也很累 每天都要检查一下 不是 是说如果你有珠宝要回家 你这一次没有想到就不想带 这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现在所有的小偷听到以后 以后都会去找 所以明天开始就没有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也很好 那个我们家不是有种树吗 你把它埋在土里面也不错 对 我跟你讲 像我们家有花园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金币 就是藏在树的底下 对 我们家有花园 我应该弄在底下就对了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珍珠 你也知道说珍珠的话 现在因为中国大陆养殖的关系 所以价格都不会很高 那你那时候买的时候呢 我是在日本买的 因为据说那时候在日本 我买也有十几年前了 这个珍珠也大概那时候价值十二三万 然后他们买的时候 这是那一家名牌的吗 对 是那一家吗 不是 我是在免税店买的 M开头的那一家 M 对 对 那一家吗 是那一家的吗 对 我是在日本的免税店 然后我们就每个人都 很难说 看这家的logo不像 logo不像 买十三万几年前 大概有十五六年了 就跟一些姐妹涛 然后大家都买 然后有的人买那种黑珍珠有没有 有人买粉珠有没有 其实M开头的那个牌子的话 现在的价格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不过我们还是依照珍珠的本质来说 对 来 我们讲价格的话 还是依照它的本质 那能估呢 我估现在一定有二十吧 二十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生猪的项链 这应该算是中小型猪了 不算是大科的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不过它总共应该算是两串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珍珠买入价格是十三万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两万元 他不会吧 怎么可能 他说这个色泽什么的都很 其实我们说实在话 我很不想鉴定珍珠的理由 因为都会让人有伤害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说 还是让观众朋友都要了解 因为珍珠我们讲的 其实讲起来就是一个理由 那就是中国大陆太多了 量太多了 量太多了以后 当然你以前买的可能很贵 可是的确 以前确实很贵 可是确实现在真的很便宜 那怎么办 我把它弄成珍珠粉来吃 可以吗 对 你讲的也算是 你刚才把鸭绳珍珠粉来吃 珍珠粉搞不好弄一弄的话 都比这还要贵 对啊 为什么 真的真的是把这种珍珠 真的是拿来做珍珠粉 对 他们说可以吃 那你这样讲的话 我根本就这么便宜 我刚才弄来吃算了 可是终究它现在还是一个饰品 珍珠粉也不会比这个好 对啊 不会比这个贵 2万块 它这个算是淡水珠 对不对 这个是淡水珠 这种都是淡水珠 对 就是有珠 这也是养殖的 对 这都是养殖的珍珠 不过你放了十几年还那么漂亮的话 我觉得OK啊 对啊 怎么会只剩2万块 我早期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买这个 到日本去都会买这个 因为太小了 真的吗 要买大颗的 要买大颗的 不过珍珠说实在的 十几二十年前买的 然后到我们节目底下 估价的话其实都不好 因为最主要的话就是 它是养殖的嘛 没办法 好 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相信小偷 你看小偷的话 那时候小偷已经那个了吗 那时候小偷还没有偷走 还没有偷 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个 对 还没有买这个 然后小偷偷走 这两个是遗留的 在大衣口袋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现在的小偷眼光都非常的不错 因为他们也常看见价节目 所以他们搞不好都了解说 现在的珠宝到底是怎么样 大颗的就偷走了 小颗的他不偷 好歹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宝 这红宝的话你这个藏在 我说实在的 你要是放在那个珠宝箱里面的话 搞不好他这一颗也不愿意拿 真的吗 我们这颗看起来有点小 对啊 这颗 应该是没看到的 不过因为一手一抓就撞 对不起 我不小心看到了 这是老公送的 不管怎么样都很美 这老公送你的啊 对 老公送我的 为什么会送你这个 我生日他常常送我 就是生日礼物 就会常常送我一些戒指啊 耳环或项链 可是呢 他每次送我的都很老土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你怎么拿那么怂的东西给我看 给我带 你看老婆长得这么高贵 你给有带这些型吗 结果他每次买给我都很伤心 我最后就说折线好了 对 我就觉得 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说 即便是到你现在 你都还不适合戴这个 是吗 太老气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他眼光多差 对不对 所以我之后就叫他不要再来 没有 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太年轻了 所以东西在你身上的话 就看起来有点老气 不过这个样子 应该是把它做成一些 对你来说应该做一些设计的作品 不过你有两个女儿 你应该请你女儿去帮忙一下 把它做成一个设计 不行啊 这老公送的怎么好 对 而且十几年我女儿 搞不好也认识还很小 就baby而已 然后他又是在他朋友的珠宝店买的 对 就他朋友开珠宝店 那您估呢 这个多少 我估这个应该有七八万 八八万吧 八万块 对 有吗 我自己觉得 你知道这个多重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应该了不起就是一克拉多吧 这不到一克拉 不到一克拉吗 这看起来是不到一克拉 好小哦 这不到一克拉 看起来大概七八十 我想说应该还有最起码有一克拉 好 来 那这个价值多少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是老公送的啦 等我先呼吸一下 深呼吸 好 可以 好 我来评估一下 好 我准备好了 目前市场上的行期价是多少 请建价 八万年 刚好了 八万年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上面这个台子呢 大概是一万五千块 剩下来大概就是六万五千块 就太小了啦 这个红宝石太小了 但是我估的也没错 对对对 一种了 这个是天然的吗 这个有没有处理过 没有处理过 不过因为太小了 这样子红宝石我们要求的 讲了好多次了 都要三克拉以上了 对 那如果一克拉以下的话 通常都做配食 所以我刚才的建议是说 把这样子的红宝石拿来做一些特别的设计作品 经过你老公的同意的话 就拿来可以 其实可以拿来做一些设计的作品 不要把它当作主食 当作配食来做 这种宝石应该这样 其实这个颜色算是蛮漂亮 颜色算是蛮漂亮 颜色是小错 就是太小 好来 接下来呢 这个应该是在泰国买的 对 这是在泰国 我老公送我的 因为老公他就是工厂以前在泰国 然后我跟他住了大概两三年吧 你老公的眼光好像都差不多 还是他同时都是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买那么老气 明明那时候我这么年轻 对不对 他就喜欢这种 你说这个大概几年 这个蓝宝 这也是大概 也将近二十年了 很久了 那有可能 二十年前搞不好设计款是这样 对就是很老气 对不对 不是设计款是这样 二十年都没改变 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们鉴定所 你们每天都鉴定到 就是这个样 就长这个样 可是那个年代就是都是这样吗 还是都是泰国的 都是泰国的 你只要去旅游 这种东西就是你旅游到泰国的时候 他旅游团帮你 一定会推 对 就是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这个款式 就是这个样子 是 你老公说买多少钱 我老公 他这个没有跟我讲多少钱 他死不肯透露 然后他觉得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心意 但是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有点 我觉得有点染色 是不是假的 我觉得好像三万块左右 我不觉得他是真的 所以你觉得他三万 可能两三万 老公是做什么啊 为什么会在泰国 老公做铝制品 就是那种铝箱啊 什么的墙箱啊 或者工具箱 所以本来在泰国 后来到澳洲去 后来在 对 我娘家是在大陆 那我老公在泰国 然后现在在 你娘家在大陆 不是 我讲错 我要讲 我老公现在 就是以前做生意在泰国 然后现在在大陆 然后我娘家是在澳洲 我们家移民是澳洲 老公现在是在大陆 对 那有在台湾来回跑 那你娘家后来是移民到 对 我娘家现在都在澳洲 小孩子现在都在哪 两个在美国读书 然后一个在台湾 就这两个在美国读书 你说宾宾跟甜儿 现在都在美国 对 是 那你不就一个人在台湾了 跟我儿子 OK 所以你自己估 是估三万块 我估 对 三万左右 好 这种东西 在我所碰到的 很多人都是到泰国去买 就是买这样子的东西 大概买回来 十二万 他是不是贵啊 泰铢十二万 所以观众朋友 也差不多台币十二人 一比一 差不多 差不多 多一点点 大概都是泰铢十二万 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看你有没有到泰国去买这个 好 来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看起来比刚刚那个红把还要小壳 对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蓝宝石的一个戒指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 这样 对 季军 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颜色比较好 我是喜欢这一个颜色 观众朋友 你千万记住 蓝宝石的选择 这边不要出现这样子的蓝色 这种蓝宝石 一定都是产生于四季蓝堂 然后经过加热处理 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这两个蓝宝石的颜色呢 加起来十一会 这样才会是刚刚好 好 来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看起来比刚刚那个红把还要小壳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蓝宝石的一个戒指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 这样 200元 它是假的吗 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买到假锅子 我说是鱼罢了 天哪 蓝宝石是假的 泰国 我快受不了 你说买到贵那就算了 怎么会买到假的 所以你老公聪明 你老公没跟你讲说 他买多少钱 那是对的 这是假的 对 蓝宝石是假的啦 那这样子的蓝宝石 如果是真的话 大概到 我刚刚说的是真的 到旅行团的话呢 到泰国去曼谷啦 就有一家固定的 固定的一家珠宝店 在卖12万这样子的东西 不过是假的话 因为成本只要200块 就可以买到了 你千万记住 这个也很坏耶 我回去要好好骂它一做 竟然是假的 它最起码还做大磕一点 就是老三 两三万已经够了 对啊 我跟你讲 这种假的 它是按照这个尺寸来算 有大有小 一直从小的 大概像这样子的 大概200块一颗 那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 大概就300块一颗 没什么太大差别 天哪 都没什么差别 对啊 那它应该做大一点 你要卖 竟然要卖假的 大磕一点 让人家舒服一点 对啊 但是最小 就带了一个小的 然后又是假的 对啊 什么意思 有一点 我在想 因为如果是 这样子 这个是假的 所以它里面都没有 什么内含物 如果你比较大颗的话呢 从外面的透光 一看就可以看到 就马上可以判断出来 就一眼看穿 如果你如果太大 然后卖那个价钱 人家也会觉得说 那应该是假的 对 所以它就弄小一点的来卖 所以我就说它笨嘛 我就想不要帮我买东西 对不对 折现给我不就好了 不过 有的时候很难说 因为你老公并没告诉你是买多少钱 说不定你买100块 怎么可能 才出锚店买的 天哪 这个 其实 去到那个官方景区 或者 你说那个导游带去 去的那个shopping点 他应该不至于会买到假的 不会 那不仅是买到比较贵 我觉得它应该是去当的 对对对对 对 好来 接下来听说也是老公送的 对 天哪 到底有几样是你老公送的 你老公怎么那么好 就几乎 对啊 那之后我就叫他不要送了 每做一次坏事的时候就要送一次 确实 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把结婚过的男人都丑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一个是 这个是翡翠吗 这颜色是翡翠 这是翡翠 对 也是老公送的 但他也没有跟我讲多少钱 有在泰国买的吗 还是 这个在台湾买的 这在台湾买的 对 然后是我们生日的时候买的 对 这也是生日 对 你看他的那个 其实他也不大颗 而且他的厚度也 厚度蓝薄的 不算是厚的 是 好来 所以你不要赔就好了 估是估八万块 好我们评估一下 这个翡翠的一个耳环 耳翠子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三万元 还不错 可是光那个钻石跟那个金属 两个就要两万块 所以那个本身的价格不高 一颗五千 因为它有点薄 太薄了 而且颜色也不够 而且它也不够透 对 就是一颗大概五千块钱 对 可是 接下来这个是不是一对的 这应该看起来像一对的 那是因为 它的样子也一样 对 就是我选的 因为主要是 我老公买了给我这个之后 第二天 然后因为他就是 你知道他常常惹我生气 然后他反正就是 做生意嘛 常常就在应酬啊 什么三更半夜回来 然后我就很 就还蛮 蛮就是不爽的 我就跟他约定 然后他就说 好吧 那你这个卡随便拿去刷 什么之类的 他就说 那就拿那个卡 第二天我就想说 这样子也不错啊 那我自己去 就是买一个这个 那我当然还买一个 项链 长的那种十字架的 可是那个也被拿 投走了 那这个呢 就是 我就为了配这个耳环 我觉得一套 就好看 对 所以我就买了 所以你那时候是买了裸石 然后请那个 不是我是整组 就直接买整组 你买整组 就还能够找到一样的 对 我就是 你这还是跑到那家 我是特别跑 我不是跑他那家 就是我特别选周边 就是差不多的款式 对 但是这个翡翠的质感 好像比刚刚那个 我觉得比那个好 对 它比较透一点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有一边是白色的 对 来 导播来一个近镜头吧 看这里 幸学说的版本就上面这边 对 上面有点 有没有 来 我动一下 你可以看到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 它就是那种正绿色 这边是绿色 你那时候这个戒指是买多少 我好像买15万吧 那也不便宜 对 几年了 也大概十几二十年了 十几二十年 二十年了 将近 你自己去买了 这是我自己买 因为我为了赔而还一头 文姨你现在的东西 都没有一个赚钱 不会吧 至少有一个是 平而已 平啊 对啊 真是的 那这个让我赚一下吧 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你也好难 你说几年前 快要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这个应该不会买那么贵吧 可是还是买贵的 阿姨一直偷笑 你看 真的吗 还有偷笑 没有偷笑啊 好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个翡翠的一个戒指 买入价格是买15万 您自己估是估多少 20万 它是估20万 好我们来评估一下 现在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6万元 6万元 赔了一半 天哪 我摆了行为机下面 你看一下 好 我跟你讲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很大的问题是裂吗 不是裂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 你看到什么 这是一个A货 这是一个A货了 是没有错 这完全是一个A货 可是呢 就是信学刚刚说的 看到了这个地方 有一块白的 有没有 那我们常常在说 淡面的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很小了 淡面的最怕的两件事情 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避开 如果你手上有淡面的 或者你要去买淡面的戒指的时候 你一定要避开两件事 这个就叫做死区 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白的嘛 它已经很小了 你上面还有一块颜色 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 甚至于这边还有两块颜色 这是第一个 是最糟糕的 第二个 就是实纹 那这个东西的实纹 外表看还看不出来 那可是因为看到了 很大的死区在这边 这个是大忌 买这个淡面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死区的话 它价值多少 那大概就会到十万块钱了 没有死区 可是你说整个的颜色 都是呈现说底下的一个 全部呈现这样子 因为你的还是小 还是小 大概就是十万块钱左右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买贵 那是不是因为 它看我太急着要买 所以骗我钱 怎么差那么多 它也就跟我说十八万 你一定一开始 你就跟它讲说 我要配对 对 我要配对 然后它还说 算我便宜了 本来说十八万 然后我说 十五万 就不喜欢浪费时间 我想要选到综艺的 就把它下去了 对啊 你就是好客人啊 那我应该跟 那是因为你的时间 比这个珠宝还要来得贵 所以那没办法啦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翡翠的一个手环 有这个怎么会是像你带的啊 对啊 这个就是我老公送我的啊 这好像那个凤怪侠屁上面的凤怪 好像古代人有没有 那种古代那种阿祖那种 有没有在带的 我就觉得太夸张了 他怎么送我这一个 这个手环有一点老气 可是如果你把它做成胸针就很好 胸针也可以 胸针就还比较fashion一点 这是设计师的 这种要是在古代的话 就是发沾那一类的啦 对 我也觉得好像古代的东西 对 这很像古代的东西 对 所以为什么 但是其实说实在还蛮典雅的 但是只是说很可惜 它的 哇 它这个是薄片当中的薄片吧 对 是蛮薄的 你看它这已经薄到 薄到已经看不到啦 这个也太厉害了 这个是是是 这个那时候买多少 也是十几万的 对啊 是你自己挑的 不是我 不是我挑的 你看他现在都不承认 都全部把它承认 他把承认丢给老公 对 来 我们来说金额吧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个 确定是老公 确定是老公 还是老公的妈妈 送给老公 叫他拿给你的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翡翠的一个手环 买入价格约在十二万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五万元 还不错的 对 因为那么薄片 对 把自己打五折 六折 四折就对了 我还把它当作一个饰品来处理 如果说你是把它一颗颗拿下来的话 其实没有很多钱 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 它是运用到一个反光的效果 把那个钻石好像看起来很大 其实钻石都非常非常小颗 在这里面 一点点 钻石每一个里面都夹了一点点 小小的钻石在里面 这个就是 因为玉石本身价值不高 所以它的配钻 它也没有配到很好的钻石 就是一点点的钻石配在里面 不过 终究还是一个完整的 大件的饰品 所以大概就是五万 所以这整件就是障眼法 觉得 因为它的钻石 讲得好 我觉得是 这就基本上 还是让你感觉上是一个饰品 还蛮大的一个饰品 可是因为每一件呢 它本身的零件 这样说 零件都不是那么好 零件都是一般的 其实这真的 如果是当雄针的话 你穿个黑色的衣服 这样子把它别在上面的话 应该是还蛮小的 做胸针可以啦 因为它搭那个黑色 它就会很大 对对对 回去立刻改 你这应该把它搭起来 好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个呢 这一个 哇 这一颗应该就是不得了 这应该是老公的求婚戒 是不是 是 没错 这个历史很久远了 对 哇 天哪 这个为你也拖得太高了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 他带我去选的时候 我实在是气死了 因为他呢 就专门给我选一些很老气 他选更高的 然后我就说 拜托 我说带这个东西怎么做家事 他说 不会啊 这个出席重要场合啊 什么的 对啦 这个不是来给你做家事 不是啊 我就想说 结婚戒指就要天天刚 你要不要戴起来 你现在还能戴吗 还能啊 你戴起来给所有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这到底 其实不错耶 其实还蛮好看的啊 不过我建议一下 把它垫镀一下 垫镀一下 把它变白的 变白的 OK 镀成白的 我们这样子正面看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高 但是你在侧面 可以从侧面这边这样 侧面 来 观众朋友看一下 侧面这里 侧面看起来的话 就会比较高 对 我觉得太高了 这是以前的设计 对 然后最后我才选到这一 我就 老公那时候是拿几个给你挑 他拿了 大概也有两三颗吧 然后最后我就只好选这一颗了 我没办法 因为真的我觉得也是要结婚嘛 他的心意我一定要接受 所以这一颗朋友们都跟我说 既然你喜欢平的嘛 比较方便 你怎么拿去改呢 我觉得拿去改好像 就是不是我们那种初衷了 对 我要维持那种爱的初衷 对 那如果说电镀重新换一个颜色 可以接受吗 换一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可以接受 只要不要改它的形式就好了 对 请建价 老公的爱心 看看 求婚借这个是花了多少钱 有大概十多 出到百十万 有证书吗 有证书 可是我证书全部摆在一个地方 然后不见了 对 不过没有JIA的证书了 看起来 对 应该没有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结婚借一克拉多的一个专件 买位价格是在十万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十五万元 还不错 终于赚钱了 这个就是大概在1.01或1.02 刚才我量一下 对 差不多 直径大概是6.5 这直径就是0.65公分 这样子的话 大概0.65公分的话 大概就是一克拉附近 所以大概一克拉左右 是我 其实我觉得求婚借的话 用一克拉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可是现在是稍微赚实 好像比较贵一点 你说二十几年前的话 对 相对 对对对对 现在贵了对 那我还是赚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一克其实应该不需要再重新处理 只要换一个 你说外面吗 除非你想要带 你要是不想带的话 我觉得就这样保持 其实我就保持原状 你干脆让你老公 就帮你换一个三克拉的好了 也对 重新换一个就好了 对啊 他妈换直接送他三克拉就好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从家人会说的 对啊 好好 你跟他讲说 我们的第一颗钻石是赚钱的 应该要拥有第二颗 那到时候节目播出 我就叫他看这一段 对对对 然后他就帮买了一颗三克拉 然后买一个三克拉 你说不够 以后要留给女儿 有两个女儿 一个都要有一个 所以要有两个三克拉 是是 说的好凶 不过他答应你以后 把他买回来三克拉的时候 你还要再拿到我们节目来 我帮你确认是真的还假的 反正以后都归他儿子所以 你不是要把两个女儿 都全部嫁给他儿子吗 那这样子你老公 不是都要替我儿子打工吗 好了 跟你打什么主意啊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文英姐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不得欢迎 来自台北的 林姐 林姐你好 你好 谁长好 林女士你好 你怎么又改口变成林姐 没有他刚刚 他刚刚在那个节目中场的时候 跟我讲说 他以前比那个文英姐还要辣 这个我听到 对对对 不光是这样子 而且他说他的腰身比他还要 还要细 我以前跟你讲 而且你根本不算什么美魔女 他才是美魔女 人家都已经做阿嬷了 对不对 还好啦 你刚刚那个广告中间的时候 那个中场的 那个时候做成这样子 对 文英快丢起来 你刚才说年轻人的时候 来来来来 文英姐你做正好 文英姐你做正对不对 你刚刚不是跟我唱家吗 来来来 比较一下 来来来来 他说 为什么文英姐可以坐 站在那个台子前面那边秀身材 他为什么没有 来 给你秀一下 我今天穿这样怎么秀 没关系 秀不到 秀一下 秀什么 阿嬷的人没关系 来 转圈圈 来 哎呦你看 妈倒耶 掌声鼓励一下 你赢了 赢了啦 没有 现在 林姐你现在是当阿嬷是不是 对啊 那个孙女今天也有来啦 你看她真的是 你也很厉害 很福气 就是那么年轻 就已经有孙女了 年轻还好 其实搞不好再过两年 你也要当阿嬷 真的 天哪 阿嬷现在都那么年轻 对 好厉害 林姐其实说实在 她带来的东西 真的非常的漂亮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的话 这个是女生还男生的 男生的 男生的 这是什么 这是水墨子还是白斐啊 说实在的 我那个 啊 这算白玉吧 白玉 我不知道 白玉还是白斐啊 白斐 白玉 还是水墨子啊 你知道什么是水墨子吗 不大清楚 她不知道 对 不知道 我们节目里面有介绍过那个水墨子 它其实跟白斐有点像 来 但是呢 这个的话其实还蛮漂亮的 里面呢 好像看不到什么 另外呢 它底下是 有没有风啊 风的 风底的 这老公带的 你的老公那个手也太小吧 你看我带尾漆刚刚好 他可能带这一只吧 好 来给他们看一下 还蛮漂亮的 如果他是白斐的话就很漂亮 嗯 如果是 怕就不是白斐 哎呦 这个价格是几年前的啊 大概 二十年吧 哦那有机会 我问一下那个文英啊 嗯 你估他 他估大概 这一件 大概大概多少 落实哦 落实啊 嗯 这一件 我觉得应该有 七万吧 涨价一定会涨啊 你真的会被 你要是后跟那个 我们的林姐出去喝下午茶 一定会被她骂死 为什么 人家估一个价格是估二十五万 你跟她估一个七万块 我真的不了解 懂不懂市场行情 我真的不了解 不好意思 对吧 对吧 不仅身材要比 年龄要比 珠宝也要比 没有啊 年龄不干比啦 年龄大好 年龄不干比 年龄大好啊 导播给我一个镜镜头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石花跟石蚊 有没有看到 没什么看到 没什么看到 对不对 看起来会怕 太干净了 那我们来说镜额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白匪的一个戒指 你自己估是二十五万啦 然后那个文英姐估是七万块 对 我来评估一下 这个白匪的一个戒指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二十万元 哇 哇 恭喜 我跟你说 这样子的东西 白匪 这种白匪 就是第一个 它这边高度还OK吗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看呢 你在动的时候 如果你都没有看到任何的石纹跟石花的话 它就是好东西了 可是因为我们用十倍的放大镜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黑点跟杂质 可是如果你从十倍的放大镜看到的 那不算 就是那个是可以判断它的真伪 而不是判断它的品质 就以肉眼看的话 看不到的话 其实都算是不错了 对 好 好来 二十年前真的两万块可以买得到 对 这个东西二十年前不太值钱 现在 现在其实要找到这样那么干净 带很难 对对对 哇塞 这个弧度什么都不错 高度 高度 对 它的厚度也有了 好来 接下来呢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带了 对 这是我的 天哪 它怎么东西都买那么便宜啊 你买那个十几万 对啊 怎么那么厉害 你买那个十几万的东西 真的会被它骂 为什么以前我都没有 因为它也是二十年前 跟你的年代是差不多的 对啊 为什么没有认识林姐 现在二十五十多年都有 大概都是二十年前 都是外面跑单帮 直接买 不是去住宝店 他直接找到家里给我选 那怎么不找我 我不认识你啊 那时候不认识啊 你们现在认识的话 对对对 主宝商要赶快介绍给他 还是你的东西可以转手卖给他好了 反正你家那么多嘛 比较快了 对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翡翠的一个 这个其实跟你刚刚那个有点像 对 但是它的水头比较好 而且呢 它的透度 而且它是冰种的样子 它是透度比较好 但是它的颜色一样 有那个花龙哥刚刚讲到的一个时区 来 但是它的厚度很高哦 而且长度也 应该有两公分吧 有 这个长度两公分 两公分以上 你看它买三万五耶 若是 光中间那一颗 它是卖你一批 还是说只在卖一颗啊 没有 它拿两颗还是三颗给我选 我选这一颗 你就选了这一颗 那时候要找到这种透度的 然后正继设计 同一个石头 有三颗叫我选这样 正绿色的呢 就是 正绿色的就是它手上带的这一个 来 对 这一颗也是吗 这一颗也是那时候选的一起的 没有 跟这个一起的 不同的 不同的 你看它这一颗 不同的资料 对啦 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时段显然 对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的语 是语 这颗比那颗漂亮 你看哪一个好看 这颗的颜色 颜色比较均匀 颜色比较均匀 但是这颗比较大 等一下 我看你最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这次觉得要猜高一点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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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如果两个都是二十万的话 你要选哪一个 我要选 手上那一颗 绿色那一颗 绿色那一颗 好来 你一样会被它骂 不会吧 它估的价格 林姐估的价格是估三十五万 好 来 好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翡翠的一个戒指呢 买入价格是买三万 三万五嘛 对嘛 我记得是三万五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借价 三十万元 你这一个 我跟你说 你这一个如果没有这个死区的话 大概就会到六十 对 我自己也在 对 它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死区 因为石头我们还是说啦 就是太小了 就希望它的颜色要能够平均 颜色没有办法平均 不满色 不上那个的话 我觉得是很努力 不上什么 不上就是你用那个去罩 你说不要放大的话 用肉眼看的话 肉眼看 肉眼看这边就有一点 肉眼看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 就是两边的颜色 对 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那照起来的话更严重 但是还是很美啦 好来 接下来呢 有一轮串 他们家 他们家所收藏的东西 这一些应该都是同一个年代买的 是不是 接下来这些 前后吧 都前后 玉佩呢 我忘记了 我要看一下 来 给你看啦 来我们接下来呢 总共有六件的一个玉佩 请导播给我们一个证镜 好 这六个玉佩的话 大概的年代都是哪一个年代买的 这一个跟这一个 大概这个五六年前 这个在十年前 其他的大概都是二十年左右 好 那不管 不管它年代久远 那我现在请那个林杰 你排列一下 我们从便宜排到最贵 也就是说 你排呢 排这个等级稍微比较差一点 然后排到最高级 应该怎么样看 应该是这一个吧 这一个会便宜 这一个 那这一个呢 这个差不多十二万十五万 更低 那这个会不会 这两个的话 这两个差不多 这两个差不多 对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 应该排在这边吧 排中间吧 排中间 所以你的排列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很确定 那约吧 反正都是我的东西啊 这两个老公的其他都是 所以这个会是最贵 这个会是最贵 然后再过来是这个 再过来是这个 这样子 我觉得差不多 这两个应该差不多 排列会是这样子啊 好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我们林姐的一个 排列当时 它到底对不对 好那它第一件呢 是这个紫罗兰 这个紫罗兰的 价格的话 是不是你当初 你现在 因为年代不一样 所以买入的价格 应该是不太一样 这买入的价格 大概买多少 两万多块 两万多块 你买的时候两万多块 我那天告诉你这样吧 他已经忘记了 两万多块是几年前 十几年前 大概四五年吧 五六年 这一个顺序 已经很久了啦 两万多块是有机会的 因为二十年前的话 你看他白北也才买两万多块 对对对 二十年前不要啦 这个大概 这个两万多块 差不多啦 这样子看差不多啦 两万多块 两万多块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很好 今天你这样排列一下 我们让观众朋友都可以知道 这样他就知道 他自己手上的东西 大概值多少钱 如果我们观众朋友 也有罪子的话 大概就知道 它这个紫罗兰的话 现在其实要找到 这样子的质地 恐怕也是有点难对 它上面那一节很漂亮 就这个 对 这一段 不然的话 紫罗兰其实很多列文 对 它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列文 这样子看 好 大概买两万多 你现在估呢 对我估十二万 你估十二万 大约啦 好 来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紫罗兰的一个欲罪呢 买入价格约在两三万啦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四万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不会啦 这个不会有那么贵 不会有那么贵 我讲给你听 颜色不够 这个没有到十万啦 颜色不够 我们看那个文字 第一个 它的透明度没有那么好 哇 这比较起来就有点灰了 对 透明度没有那么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紫色的 这个不是正紫色 我们说的紫色是 要很明显的紫色 这个是一种隐性的紫色 这种 通常这种紫色 它的透明度都会比较好 而这种东西呢 并不会很少 那大部分呢 我们希望紫色 要颜色要更深了 那个要正紫色 真正的紫色的话 要颜色要更深 这只是隐性的紫色 不够紫 对 不够紫 所以这个是 对啊 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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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买两三万 也还是算啦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呢 是 米乐佛 然后它这个 它这个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 比较青色 但是问题是它的水头很好 而且它很透耶 你看它其实是有透的 来 请花龙哥帮我们看 而且它应该算是三 这算三彩吗 对我们所里来说 我们不会称这样的东西 叫三彩 这种东西三彩 这个大概就两个颜色啦 一个黄色的 一个青色的嘛 好 好 当时买入价格呢 是买在三万 三万八 那您估呢 现在呢 差不多 12万吧 12万 差不多12万 它估是估12万 来 我们来说这个金额 好 来 我们评估一下 这个 米乐佛的一个 水翠呢 这个玉佩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15万元 还不错啊 这个跟那个不一样 真的是好东西 你看这个就是一种 我们说的冰种的缅甸玉 这是标准的冰种的缅甸玉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薄了一点点 可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再厚的话 就会到30万 这是一个很好品质的东西 其实很棒啊 这个很棒 很棒 很漂亮 我觉得你这个排列组合 可能会有点问题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带绿色 这个又要怎么评估 这个带绿色 而且呢 是正绿色 然后呢 但是呢 它的颜色设计的话呢 有分布到一些 比较淡一点的颜色 然后底下这里 但是光是它这一块 这个应该是什么 中丝 中丝 通常那个 讲好听的话 就是中丝 那个 看不出来的话 就讲蟋蟀 黄头的 蝗蟲 有点像蝗蟲 其实讲蝗蟲 也是差不多意思 一样 因为它的蝗蟋力 其实都很像 最主要是讲 那个多指多孙的意思 但是它这个上面的话 这个 这个中丝的话呢 其实很绿色 正绿色 只是说好像感觉起来 透明度没有那个好 对 这一件呢 买的价格是买在五万块 那它现在猜呢 目前的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二十万左右 好我们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中丝的一个预配呢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二十五万 这个还是比它贵啊 这个颜色 最主要 这个颜色还蛮正的 可是这个 这个石头有一个大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因为 它雕了一个棕丝 它如果是雕别的东西的话 就会比较好 棕丝不像没有人要 对 通常你雕了 这种东西呢 就不会是一个通货 就是说我们市场上流通的商品 大部分都是雕一些 最好是不要雕虫类 昆虫类 如果我们做坠子的话 最好就不要 除非你有特定的想象空间 那通常它雕这样的东西 会被别人认为 就是里面这边都有问题 把它雕掉 尤其是棕丝从我们的 在那个翠鱼白菜出现了以后 那棕丝的出现就是因为 那个石头上面都有缺口 就是有脏的地方 它不予把它雕掉 对 把它不予把它雕掉 这种不是我们在市场上 讲的比较流通 不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玉彩的话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豆浆 对 它其实做成豆浆应该是还可 就不错 很特殊的啦 因为没看 没有人有啊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巧标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啊 好 来 接下来呢 这个呢 也是一样 冰种的 带透的 而且呢 中间呢 有一抹的这个绿 这个就跟这个 来 比较一下看看 来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文英姐 来 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漂亮 我觉得哪个比较漂亮 对 我觉得 好像还是左边那个耶 对啊 这一个好 我现在拿着这个 对 这一个哦 对 OK 这个中间这个绿色的话 它有脸带黑耶 好 来 但是价格我在猜一定是这个比较 可是 那个是镜头里面看 但是我这样子细看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绿色 还蛮明显的 中间这一抹绿 你看 对 就蛮绿的 就还蛮绿的 好 然后呢 它也够透 而且那够厚 我在猜这一件应该不便宜 因为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地方的总地 你买多少 这个 三万块 这么便宜啊 大概 近年了 二十年前啊 对 差不多 二十年前这二三万块买得到 嗯 应该还好 这不会买的不贵啦 二十年前买的话 这三万块就买的不贵了 二十年前三万块 好 来 我们来说这个经验 如果按照白斐那个一个淡面的戒指 二十万的话 哇 这个应该不得了 来 我来评估一下 这个 这应该是什么 白斐吗 好 这一个翡翠啦 中间一抹绿 好 这一个 翡翠呢 买入价格约在三万块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值多少 请建价 五十万元 哇 哇 哇 你的东西真的还不错耶 很会挑耶 对 他二十年前就知道要买这种东西 你这个 这么厚 这边 也够大 嗯 而且你的形质是刚刚好 它这边然后刻一个三个什么 然后它旁边刻一个节节高层 是不是 对不对 这样子 刮碟敏碟 我们还是讲它本质 本质的话 这石头的本质 第一个这要三公分 然后它又有一定的厚度 这看起来也已经超过了零点六公分 不止 对 不止 这边已经超过了 所以它基本上它有一定的尺寸 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最好的通货 因为你摆在胸口那边作为你的坠子的时候 是刚刚好 这种大小是刚刚好 花龙哥它这个是不是木拿种的 对 它这是木拿种 对对对 因为它 这就是标准木拿种 仔细看的时候它有一点一点的白白的 有一点一点白白的 像雪花这样子 对对 非常的漂亮 好 好 这个是木拿种的一个玉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的 是一个 这个呢 也是正绿色 然后它里面有飘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绿色的一个色带 它雕的是什么 它其实算是 你的雕刻你其实都有仔细看是不是 因为我看你的雕刻其实都还算是蛮细致的 我老公看了 你老公看了 老公都懂这些 你看它这上面的话 它有雕刻一个东西在这 非常的细 好 来 这个买会不会比较贵啊 这个 因为它带绿的 买是买多少 这个 买两万 两万五 两万五的 你的东西都是买两万多块 三万块 其实二十几年前买的 它现在买的价格 没有说有什么节日才买的 我刚刚帮他看了一下 你看他二十年前买的价格了不起就是两三万 现在估起来的话呢 最起码二十万以上 那个成长倍数的话 你现在把你家的那个珠宝拿出来算一算的话 再乘以十倍以上的话 应该就是你们的那些珠宝的价值 你的真的是不错 好 来 这个是买两万五了 那它估呢 现在大概的好几价是在二十五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翡翠的一个预配 目前上上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三十万元 自己开手 好 来 就是绿色的 另外还有一个最贵的 最贵的话 你这个大概估多少 林姐 这个 这个那时候我买十二万 十二万 那个时候 那时候里面你买最贵的 哇 它这个绿色的地方是很漂亮 比较起来的话 对啊 我觉得 就是 我有点可惜了 就是 有点浅迹 它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 有点可惜就是 有点可惜就是 它的那个 比例 比例就是下面太细了一点 下面太细 对 可是也没办法 它就是这样整掉 但是它这个 它的颜色也不均匀 对 它都 我想它都算 整体来看的话 整体来看是还蛮漂亮 白的 这个缺点就在于 这个白的 太多了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 应该是早先的东西 现在的话 我相信 它一定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会把它挖掉 它一定会把它挖掉 它没有把它挖掉 是蛮可惜的 你说哪里挖掉 白的 可是白的那个地方挖掉的话 它就剩薄薄的 就是这个 这上下没有办法连在一块 可以可以可以 它这边 这边还是绿的 就是你这白的这个地方太多了 这白的地方如果能够挖掉的话 你要重新设计 因为石头本来 它就一定是切两块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块 可是你要看怎么设计 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就不是做成现在这个样的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是应该它里面买最贵的 这个翡翠的一个预配 目前市场上 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50万元 哇 这个有点可惜 这个如果能够把这个挖掉的话 只剩下这个的话 全部都是绿色的话 我在想应该会有到80万元 全人家再重新设计 设计那个 看看 看看能不能再重新设计 好 接下来还有两个 这个是一对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蓝宝石的一个戒指 以及这个蓝宝石的一个项链 那这个难戒 这应该不同时间买的 这应该不算是一对 不同 不同 这个是你带的 这个是老公带的 对 因为大小好像差不多 对不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大概都是在四颗啦 到五颗啦 四颗中间 你觉得比较贵的是哪一个 两个价位好像差不多 我这个旁边链子不用算 就是说断了 两个多 两个价位差不多 你买多少钱 大概四五万块吧 一颗十五万 四五万 四五万 五万块 大概买五万 四颗拉买五万 这么便宜 都那么早 好来 花龙哥我们先估哪一个 我们估这个 估这个 好来 我们来估一下 这个是蓝宝石的一个戒指 这个是四颗拉 那你买大概是买多少 这个是买五万 五万嘛 好五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一下 十万元 到一倍 这个算是还不错的东西 好 可是我现在想要来讲这个东西 我们来讲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说这个 到底哪一个比较贵 对 到底哪一个比较贵 可是就以它买价来看的话 其实 但是时间不一样 差了多少 差了多久 差了 七八年 七八年 你说哪一个先买 这一个先买 这个先买 项链先买 哪一个先买啊 项链 项链 项链它那时候买是买三万块 后来买了那个哪一届是买五万块 倒是买裸石 对 这个买五万 对 这个买三万 很正常嘛 隔了七年以后 那其实价格就稍微变高一点 那很正常 但是到底质地哪一个是比较好一点 我们其实是比较喜欢那个淡一点颜色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项链 项链买入价格是买三万 这个裸石 目前市场上参考 价值多少 几件价 十一万元 我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比较好 它比较贵一点 对 这个品质 还是比较好 这个好 那个深的比较好 来 我跟你说 这种颜色 因为它这边出现的是比较淡的颜色 有没有 你在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浅蓝色跑出来了 来 观众朋友 你千万记住 蓝宝石的选择 这边不要出现这样子的蓝色 这种浅蓝色跑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有色区的 这个地方的色区是很深的 然后下面这边颜色是比较浅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种蓝宝石一定都是产制于斯里兰卡 然后经过加热处理的 会出现像这样子的状况 好 来 讲这个 这个蓝宝石呢 也一定是经过加热处理的 可是这个蓝宝石的蓝呢 才是我们要的 可是它还是深的啦 当然它颜色都深 都不是正的 如果这两个蓝宝石的颜色呢 加起来除以二 那才会是刚刚好 可是这个蓝宝石 相对要比那个要来的好一些 因为它的颜色是比较平均的 均匀的 但如果说你说两个是不是价值都差不多 其实两个价值差不多 可是就是这个蓝宝石 因为它有色区啊 很大的色区的一块 所以你就记住 淡面的 不是淡面 可是在说 这个蓝宝石